当一个小说家有多辛苦 我们常以为艺术家是任性的造物者 可以毫无顾忌地消遣他人 消费现实 但其实艺术本身也很可能反过来剥削作者 消费作者自身 脱口秀演员博恩以正男容自焚为题材的笑话 引来了诸多批评 而近日也出现一阵以客家人很吝啬为主题的笑话创作风潮 这可能都是艺术试协的例子 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来自伊格言老师的一篇文章 《冷血告白 论艺术试血》 上一集我们讲述了电影《科波蒂冷血告白》的故事 卡普提采访灭门血案凶手 写此非虚构小说《冷血》 但这同时令他陷入了权利欲 道德两难 私人情感的困局 冷血的看似是灭门血案的凶手 但其实也是艺术家卡普提自身 在文章的开头 伊格言引述了小说家洛以军叙述的一段童年故事 小时候母亲告诫我 绝不要用筷子敲碗 举的例子即是 某个用筷子敲碗的母亲因为得罪上天 致使儿子的皇帝体骨被拆掉 肢解 要承受脱胎换骨 重新组合一副乞丐骨架的痛苦 关节崩溪 皮开肉绽 内脏异味 身份的一位 绝不像某些流行之衣装论身份换串 如换衣服一样穿脱自如 我不认为一个小说家在一生中不同阶段 将自己列解成十个以上不重复角色的魔术 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 穿上面具 穿上人皮 变成另一个A 再和有你自己分裂出去的另一个B 另一个C D E F 发现冲突 对峙 互相爱憎 互相伤害 玩智力的较劲 意志对决 或是窥见对方 衰老疲弱或年幼无知 而兴起的同情之意 这是一辈子的功课 这其中所耗时轻夺一个小说家的心智 精神 是多残忍酷烈的一件事 我觉得有许多读者把它当成一件 你竟然要打NBA篮球 就得接受肌肉拐子之碰撞的事 而缺乏同情与理解 因为小说的品鉴全景 可以将这样惨烈心灵肉搏的近距离雕塑过度 遮蔽过去的途径了 渊博的知识 书情师的传说 时间魔术 淳朴苦难的人道关怀 魔幻狂想 荒谬 纯粹对真实描写的现象学辨证 这段话乍看之下有些费解 但其实并不困难 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种 小说当然也是试写的 小说对作者的剥削何其恐怖 小说家的心智往往必须时常来回摆荡在 极端残忍冷静与极端温暖热情之间 正如上一集所提到的拍摄苏丹饥荒中的垂死小女孩 而饱受抗击的凯文卡特 小说家必须冷血 小说家又必须实施充满同情 作品必须冷酷精准 又必须满怀悲悯 所以对小说家来说 洛乙军所说的身份一位 夺胎换骨都只是基本功而已 小说家必须分饰多角 设身处地 投入情感 出入不同角色的生命 而这些都属于极基本之细节 最基础之下层建筑材料 如果缺乏基本功 那么此一艺术品必然称不上是一部好作品 艺术家为此倾注之情感 往往正是小说之核心 叙说着人性的优围 而小说此一艺术形式 如若有任何深刻之可能 即在于此 那就是超越在所有全景之上的灵光 而这些灵光却可能被小说建筑完成后 醒目的全景所遮蔽 当我们看到一部伟大小说的完成 总会被成品的全景所振折 忘了这壮阔奇观的背后 小说家如何艰难地建造它 一格言最后下了结论 那些极细微最基本的情感灌注 绝非任何其他全景所能够取代 而如何指示其核心 指示其深刻 而非为其全景所迷惑所遮蔽 则是评论者的责任了 这是小说艺术的难处 心智之轻蚀 心力之耗损 艺术之冷血 试血 尽在于此 而这同时也是评论者的难处 回到最初的问题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地狱梗呢 该不该为了艺术而接受艺术中 可能涉及的试血 剥削或歧视呢 一格言认为如上所述 这是个复杂的问题 同时也是个残忍的问题 很可能也没有一定的答案 只能说那或许得看那样的剥削或歧视 有多严重 多残忍 以及作品成果有多优秀 多深刻而定吧 对一格言老师 冷血告白 论艺术试血 这篇文章有兴趣的朋友 请点击影片下方 频道资料处的全文连结 可以读到更完整 更全面的内容 最后别忘了七字绝 订阅 分享 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